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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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ric 現在看的是MUD 計劃中八個其中的二一個 因應著這個世界彈出彈入 這件事是要延續下去的 所以 oh shit 最後現在就演變了 最後現在就演變了這個計劃 即是 冒糖 其實說回為何要研究貓 我覺得 我現在在這個香港社會成長 在教育制度之下 我完全亂了 好,我想再一次 現在一個人長大了 就知道這個世界很大 而自己的認知到 不太夠,又片面 角度又不夠多 很多東西都不懂 所以都會去想方法 去令自己進步 或者多學一些 吾貓也是其中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會做那件事 而我最喜歡就是否定外加 對於一個人的認知 因為我都覺得 這件事就是要這樣走下去 就是這樣 為了加深 我對作為人的理解 最近在這幾個星期 我都不停去研究貓 用不同的角度方式去看這件事 沒有擺明 貓和人是兩東西 根本不學 怎麼學呢 所以 這正正是一個非常好的課題 我要去克服這件事 那怎樣去… 就是這樣 不說太多了 免得固定自己在一個空間裡 那我們一起去做研究吧 再見 今天這件事就厲害了 這件事是去吸引貓 我是嘗試用這個來 引導他們去做一些我想要的畫面 希望他們會做的事 如果我的後腿都可以這樣鬆 可以拉到頭就好了 你會鬆的 你會長的嗎 不錯 這也是揭了一個困難 因為在協調上 就算我們是想做的 但又要… 有這個骨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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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又做了一些 很輕易易舉他做到的事 他可以長時間 這個Low Level 多久呢 我都可以的 原來他又可以在一個 躺下的位置 很快地站起來 馬上拉他 哇 因為其實躺是一個 比較類近的 是一個放鬆 然後去行動的一件事 他不是一個 一個完全放鬆的一件事 看到嗎 看到嗎 抱起他 是要測試 究竟他用什麼液色糖 因為糖其實除了 躺在這裡之外 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如何捱近側糖 如何捱近我的身體 而剛剛那個是 嘗試他會捱在我身上 然後再轉變形態 是 即是他的骨 都是在旁邊那裡去 即是他都不是說 兩對腳是收進去 在身體以下 因為盤骨其實也是 打開的 其實要學回構造上面 其實也應該 是有殖可塵的 嘩 好香 我也想吃 現在我面前的兩隻 是很空癇的 你自己著亮 大家小心一點 基本上 剛才一直在做的事 都是一個 找他們一個很被動 沒有那麼主動的一件事 一吃這件事 他們是會很興奮的 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 一個這麼大的相反 就可以慢慢去看 究竟 他不動 如何轉換一個 很活躍的狀態 有什麼改變 例如這一隻 這一隻 是一個比較平的身體 即是肌肉的肌肉 是會 即是他躺在肌肉的肌肉 和行動的肌肉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去理解那件事 在睡覺 他們是會比較注重 在骨落的形態 但走路基本上 是以肌肉為主 即是動機是不同的 我喜歡這隻 我需要的形態 是他由一個很 不主動變到主動 反而不是應該是一個很主動 變到被動 或者很主動去到更加主動 即是譬如就是這隻 慢慢 看看他的改變形態 為什麼要去做糖 這件事 是因為糖 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 不用 糖 這個是一個 很過程的一件事 我們再介紹一下 糖 只是貓裡的其中一個小分枝 和分枝很前 但意義上完全不同 是不同的兩件事 兩個世界的事 那份呢 是一個偏向完全靜止的一個點 那你能夠去進入深層的休息 那糖呢 只不過是過程 那你能夠去進入深層的休息 那當然你也都可以去演變出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你可以去玩 八把木耳 五花八乎 那 那麼 我們的常生活中 其實 都會 有 相應的事 發生 譬如我們發抖 打坐 我們放空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 我們很自然發生的一些事 那這些也是我們的本能之一 那我們要去做 環節能力 不停去走 那些事情 不停去做 那…就這樣說回糖和舞蹈之間有什麼關係 有時候也會在想 糖是否真的睡覺呢? 睡覺是否真的糖呢? 你轉個形式或者轉換個既定的認知 這件事又是否真的叫糖呢? 又或者是否不叫糖呢? 剛才也有說到糖是一個本能 它可以是一個過程 它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它可以為了下一步而作出的準備 它可以是一個冥想 它可以為回應地心吸力的一個反應 也可以是一個調節進退的一個中間點 就像我現在這樣 就是中間 立於不敗之地 糖是可以堅持多久 那站在這裡又可不可以叫糖呢? 同樣有地心吸力的情況下 假設我把骨茶當作是地下 把肌肉當作是人體 同樣的情況下 站在這裡 那我算不算是肌肉躺在骨頭上呢? 嗯 即是就好像放鬆 但又保持最低程度的肌肉量 哇 是想像力的 Amazing 分分鐘 我現在做這麼多事情 反而距離的答案越來越遠 誰知道呢? 反而可能這件事不應該是穩 可能純粹是要感受 又或者不是感受是… 國策 我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要打倒固有思想 Yeah 先回來 其實有時候也想問 也想問現在還在看的朋友 就是有多少大家是能夠自發性地放鬆精神 即是不計現在這個社會狀態 即是是說以前、之前 最忙碌的那段時間 那資訊量也是最多的時間 那就有多少能夠真的可以去放鬆 發呆、打撞 讓自己可以休息一下 好… 很瘋 不需要 我都這麼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